花莲第二梯次长者疫苗接种即将在6月21号开始 在全县13乡镇市开打 县长徐正卫20号亲自前往各地的接种站来视察设置的情形 从户外环境规划到室内接种进出动线等问题 逐一和各乡镇市首长及卫生所来确认再确认 希望届时能够提供长辈们一个舒适宽敞又安全的接种空间 21号第二梯次长者疫苗接种即将开打 之际县长许正卫起一个大清早南下复理国小 视察疫苗快打站的设置情形 县政府在全县各乡镇市总共设置14个疫苗快打站 不论是户外人车接送规划 还是室内接种场地的安排 医护人员与施打民众进出动线等等的问题 逐一和各乡镇市首长及卫生所确认再确认 一旦有问题即可修正改善 希望届时整个施打作业都能顺利 同时也让长者在宽敞舒适且安全的环境空间施打疫苗 我们还是提醒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花联的家人们 第一个家里有长者在礼拜一礼拜二要施打疫苗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家人可以陪同 第二个对于这个长者的身体状况 适不适宜施打这个接种 那请我们家人可以询问我们熟悉的医生 看看是不是适合接种 第三个来到了接种站 也有我们公卫医生来为这个我们长者来咨询来服务 那我想经过了种种的关卡 我们一起来做防疫 也一起让我们这个接种以后 我们的抵抗力会更好 县长除了再三呼吁乡亲民众确实遵守防疫相关规定 也提醒长者携带身份证及证保卡 就近到疫苗快打站来接种疫苗 另外偏僻俱落的民众也可以预约搭乘富康巴士 防疫专车或乡镇公所的幸福巴士 到就近的接种站地点来施打新冠疫苗 记者石玉兰综合报道